吉安鄉公所14號上午在浩克藝術村舉辦了新春團拜 地方士生踴躍出席 向來游淑貞也帶領全體科室主管和同仁互道恭喜 場面熱鬧歡心 在吉安鄉民代表會主席邱美雲的帶動下 全體人員展開雙臂 邁開步伐 騎跳健身舞蹈 讓現場充滿無限的活力與熱情 也為吉安鄉公所111年新春團拜活動正式揭開序幕 吉安鄉公所14號上午在浩克藝術村舉辦新春團拜 地方士生踴躍出席 除了各機關學校 農會18村村長 各部落頭目 吉安鄉民代表會主席邱美雲 副主席黃金發 幾多位代表也都到場 而鄉長游淑貞則帶領公所團隊和大家互相拜年 場面熱鬧歡心 在千轉的燈籠底下開啟了111年轉新的願望 在建設我們會更努力 在市信移居我們會更加的來作為一個友善的優化鋪陳 在我們的社會福利我們也會來更精進 過去謝謝我們中央跟縣政府許政會縣長還有地方 千期的建設共共努力的這樣的一個成果可見 社區發展協會跟我們所有的村長跟我們的調解委員會 也開啟了我們最第一層的鄉親的服務 我相信吉安的成長不是單打獨鬥的努力 謝謝大家 我們大家共同鋪陳吉安的健康 視訊社會福利跟所有社區的推展工作 我們希望展望未來 讓我們一起骰著人加油 鄉長游淑貞也特別為全體貴賓及同仁 送上虎年限量金幣和農會資產自銷的五星湯圓 在元宵前夕感謝為吉安鄉付出貢獻的每一個人 並在浩克一出村千展彩繪燈容下合影留念 開啟新年新願景 祝大家圓滿吉祥 記者徐立芹吉安鄉報導